大家好,我叫买目我的闺蜜叫田兮。 今天我来到了他们家,他应该很开心吧。 他们家可真大。 还有小花园呢。 嗨,老龟,我来了。 你,你来了,欢迎。 咋了,你看到我不开心吗? 没,没有我很开心。 开心就好对了我要在你们家暂住几晚。 好,好,我的房间在二楼。 那好,我去了谢谢老龟。 对了,有的时候我不在家你可不要乱走。 好的老龟,我来看看房间。 还挺大的呢。 看那个窗户独特的设计,一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建筑师见的。 对了,这个窗户是干啥的,为啥和那边的不一样。 下楼去找老龟玩吧。 嗨,老龟你要去哪? 为啥他这么喜欢在花园里待着。 算了不想了。 去吃蛋糕看电视吧。 爱马这蛋糕真香。 还有喜团团不愧是我的爱豆这么可爱。 这么快就把蛋糕吃完了。 吃饱了喝足了上楼睡觉去吧。 哦,现在是第二天早上了,来看看老龟还在不在家里。 老龟你在吗? 他好像出去了。 出去了还不忘给我做早餐,我这是一个什么神仙闺蜜。 老龟的手艺就是好。 越吃越好吃。 蛋糕也吃完了该参观一下老龟的家了。 特别是这个花园。 为啥这个方块和其他的不一样呢? 还有,为啥老龟家总是有一只鸡呢? 等等,这为什么还有一个人呢? 这个人怎么还穿墙了呢? 不行,我怀疑老龟有问题。 我得去买一点摄像头和电脑。 记得老龟说过他们的小卖部就在他的房子的旁边。 这么多钱了,拿衣组应该够了吧。 这个应该就是小卖部了吧。 老板你好,我想买一点摄像头和电脑。 电脑和摄像头在箱子里,自己拿吧记得把钱也放在箱子里哟。 好的,谢谢老板。 不用客气,记得下回别叫我老板了,叫我东北亮妹。 好,好,下回我一定记住东北亮妹。 那就行了,欢迎下次光临。 恩恩,拜拜,东北亮妹。 亲想,这的人可真好东北亮妹这一口东北话我好爱。 你老瞅着我干哈。 等等,这又是什么声音? 算了,先把电脑安上吧。 设置一下。 设置好了。 那我们把摄像头安上吧这样我就可以看清楚老龟到底要干啥。 摄像头都买那么多了,就一定不要少安。 等等我又看见那个女孩了。 花园也安一个吧。 把花种一下,刚刚不小心把它们都弄倒了。 哦,哦,哦,哦。 阳台外面也要装一个。 好了,终于完工了。 这可真是一个大工程呢。 好累呀,让我们睡一觉吧。 呜,好吵。 老龟快下楼吃饭。 好像是闺蜜的声音。 好的我马上起。 美好的一天让我们换一件衣裳吧。 这么多衣服选哪个好呢? 按。 就穿这一件和我偶像一样的衣裳吧。 喜团团的衣服绝美。 喜团团的衣服就是不一样我可真是个美女。 好嘛啊,让我们打开窗户透透气。 一位啥这还有个箱子? 打开看看吧。 里面居然有张纸条。 老龟,你快下来吃饭。 好,好我现在就下去。 咦,老龟人呢? 先吃饭吧他应该是有事出去了。 爱马,这蛋糕真香。 老龟,你回来了? 对呀,我回来了你没乱发我家东西吧? 没,没有。 对了,还有一张纸条没有看了。 打开箱子。 今天奶木那个傻子来找我了我正好可以把他杀了我都忍他很久了趁现在他还不知道我是一个杀人狂,我要假装跟他特别好找机会把他杀了。 以免让他发现把日记放回去。 他,他居然这样对我,亏我还对他那么好。 心想,不过他说他是杀人狂那就一定有藏尸体的地方。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 我数着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期盼慢慢的喜欢眼神就里满奇怪怎么就这么想要跟你谈一场恋爱 我数着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一二三期盼慢慢的喜欢眼神就里满奇怪怎么会把他们家好像有阁楼可是没有入口啊。 对了,我记得花园里有一个方块不一样。 就是这个方块儿了。 但是好像需要稿子。 去小麦不问问吧。 嗨东北亮妹你们家有稿子吗? 对不起啊,我家的稿子都被一个扎着两个丸子头衣身蓝的女孩子买走了她们家好像就在这附近你可以找她借。 好的,知道了。 谢谢你呀,东北亮妹再见。 再见。 还好吧。 还好把她糊弄过去了,不过老板为啥不让我把稿子带给奶妹呢? 咦,为啥我家附近会有枪响。 按东北亮妹的说法,那个外貌就是甜戏啊。 那就说明他们家有稿子,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稿子。 西方橋,家人家有稿子,跟全国家的稿子了。 既然树叶可以穿透,我之前去小麦布的时候发现楼梯的墙那块也有树叶,你说会不会藏着什么东西? 果然有东西 这么大一箱子 G 居然有一个稿子和一套钻石甲 果然有稿子 我现在就要看看花园里到底有什么 就是这里了 挖开吧 果然有箱子 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疼吗 心想 不好 田兮回来了要赶快把方块安回去 心想 好黑啊 外面好像有声音是田兮的 听听她说些什么吧 田兮 奶木呢 不会被组织里的人带走了吧 田兮好像走了终于走了我都快被闷死了 不过她说什么组织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算了 不想了 出去要紧 还好我有一箱子藤蔓 要把这箱子藤蔓 要把方块儿安回去 以免她发现 既然 既然有藤蔓 屋子里就一定有别的入口之前看见田兮家 有阁楼那可能尸体就藏在那里 果然这个方块儿和其他的不一样 那就一定是这里了 挖开 按上藤蔓 果然这里是藏尸体的地方 那之前的粉头发的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一定有入口 既然在房子底下 不如我去外面看看吧 咦 这个方块为什么和其他的不一样啊 我觉得入口应该在这里 我去找东北亮妹那里买把稿子吧 对了我没有带钱出来先去拿钱吧 拿这么多应该够了吧 对了万一田兮回来看到这一幕 不就知道我怀疑它了吗 不行 我要把藤蔓剪掉 恢复成原样 好了 现在可以下楼了 嗨 东北亮妹我又来了 HIRL啊 奶木你又来了 来一把稿子 好的东西在箱子里了 自己拿吧 别忘了给钱 好的 谢谢东北亮妹 对了 奶木 我那天看到我们老板和你闺蜜的谈话了 对了 奶木 我那天听到我们老板和你闺蜜的对话了 啦啦啦啦啦啦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 今天又是打工上班的一天 I里面好像有说话声 那我就听听吧 奶木好像被人抓走了 那不是很好吗 他死了组织的秘密不就不会被发现 快去吧 我会支持你的 安安 对了老板 你要有什么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好 哦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东北亮妹 不客气 拜拜 你听到他们的对话了 那你以后一定要小心哦 好的 知道了再见 东北亮妹 为什么田区要说就算死我也不能让组织把我带走 还有什么组织杀人 难道不是一个人吗 难不成是我误会他了 算了不想了 去那个不一样的颜色的方块的地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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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